最近曾志伟在娱乐圈里可是话题不断 除了在谭永林的生日宴会上喝醉被抬走 昨晚在2013香港小姐竞选的录制现场 曾志伟也是大发脾气怒标脏话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前晚刚刚在谭永林的生日宴上 惊爆醉泰并放在轮椅上台里 现场的曾志伟不知是否挺破宠态 一再曝光而心情烦躁 在24日港姐选举准决赛的录制现场 就再度爆出景远之举 不仅火冒三丈对导演怒吼 更直接打标脏话 而曾志伟如此暴躁 这全是因为首次主持港姐选举的 推荐帮与王古兰不断反攻 连累了在场一众老前辈 本来曾志伟已经是忍无可忍 但没眼力的导演竟然还要求他逐次补录 让曾志伟顿时爆发小宇宙 要导演自己解决之余 更直斥一项直播的港姐选举 没必要改成路波 自立行间似乎影射对两位新任者 持的大大不满